今天是12月12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放时间 A股感觉又要跳水了 那会真跳水还是假跳水呢 其实今天A股为什么走不起来 冲不上去 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其实还是北向资金 还是我们的外资在什么 继续的疯狂的砸盘 今天一个上午砸出了资金又超过了50个亿 还记得吧 昨天上午砸出了资金超过100亿 昨天在证券的一个纳身下 A股迎来了一个今天逆转 今天本上之间学聪明了 直接就开砸 砸的是谁砸的是证券 因为证券是什么 是人气品种 这把你证券压住了 是不是A股就涨不起来了 这个策略会有效吗 接下来怎么走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但我要提醒大家 我视频当中讲的这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A股上证分析图 看起来是非常值得一个小幅度震荡 波动不大 什么原因 其实大家都明白 大群众方向出现了一个分化 什么意思 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今天的盘面 你会发现今天的大群众分化比较厉害 以银行中字头为代表的超级权众出现上涨 但是以证券保险为代表的这些方向 又出现压盘的节奏 所以说这个是属于一个分化比较严重的 按理说银行涨了 证券也会涨对吧 保险也会涨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今天的盘面只有银行在涨 保险和证券都在压盘 好 我们看今天上午的银行板块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 但是随着跟风旁的一个不足 下午开始出现跳水了 开始出现一个掉队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我觉得这是外资创造的一个什么一个信径 还记得吧 上午我跟大家讲银行在这个位置上涨的时候 我记得跟大家说过 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不要盲目的去顶 这个策略是不是对了 如果你在上午这个位置去追高的 现在往下一条 往下一杀 你会非常的被动 非常的纠结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说白了 我告诉大家的一个策略是什么 大家看证券 是不是证券在上午的话 直接就属于一个什么 低开冲高的一个快杀跳水 全天属于一个震荡 为什么证券和冲击的早市 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人气品种被压制了 昨天证券在下午的话 一波狂拉 对不对 把整个大盘给拉起来 逆转了这个人气 但是今天的北上资金继续开工 继续砸盘 他今天学的很聪明 就是砸我们的证券板块 砸我们的证券龙头 砸的你什么受不了 那么把银行带下来 把保险带下来 银行目前也开始掉队了 跳水了 保险就不用说了 在上午的话就什么 就表现不是特别好了 对不对 你看上午就出去跳水了 所以目前来说这个策略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你要记住正确不是他想砸就能砸得了的 因为正确我们是有预期的 所以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像昨天那样出现一个明显的反攻的动作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A股在昨天上早后 不要急不要慌 不要怕 这里调整就是一个第一系的机会 说了很多次 说了很多回 你看这个正确 是吧 在这个位置 他出现一个明显的震荡 昨天出现一个大的阳线 今天震荡我觉得很可以理解 对吧 昨天潮底的人获利盘大 今天这里震荡下 人家获利出逃 没有问题 你一定要记住细节 我昨天跟大家说过 今天如果说早盘有冲高 对不对 早盘有冲高 我跟大家说怎么样 不要追 如果有跳水有低点 我们怎么样 可以上车可以潜伏 就这么个节奏 是不是 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低息 这个位置没有追高 你想想起码相差两个点 甚至两个点以上 成本就降下来了 对不对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注意这些变化 那证券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走 其实说白了 就是外资他心不死 说心不死 大家知道这一轮证券 发跌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如果你仔细看一下 今天跌的一些票 除了昨天上到的一些人气票之外 还有谁 如果你仔细看 你会发现 这一轮A股杀跌的主要的对象是什么 超级群众 那么证券里面也是超级群众 证券杀的是谁 中信证券 东方财富 对不对 你看中信证券 在这段时间一路走地 它跌破了前期平台 所以它是这一轮 证券板块压盘的主要对象 为什么会压它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中信证券作为板块的龙头 压制了中信证券 就压制了证券板块的上涨 以后可以做空整个板块 做空整个比数 所以主力资金的策略很明显 现在唯一的看点就是什么 中信证券能否在这里顶住压力 今天调整一下 或者说现在调整一下 等一下再次拉起来 以后继续反弹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告诉你 证券板块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它有它不仅压制中信证券 还压制谁 东方财富 对不对 东方财富也是我们的券商龙头 你看目前的市值达到多少 达到2000多一了 它这段下跌也是一个什么 做空的一个主要方向 所以它压制东方财富 同样也可以压制我们的证券的目的 资金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打压超级群众 以压制指数上涨目的 这里的话 我觉得大家不要急不要慌 反而是好事 是机会 这么讲大家是不是理解 是不是清楚了 那么证券接下来该怎么办 该怎么去操作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底了 好 只要证券压不住 那么你去压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你像这种是吧 像银行早盘的话冲高 这里跟风跳水 那么整个银行板块 它其实已经出现一个底部信号 出现一个底部的一个什么 一个法弹迹象 所以在这里跟风跳一下水 它很有可能再次起来 整个来说 银行板块就是一个底部的区间 所以我只要不追高 问题都不大 在这个位置 盘中急跌急撒 你去做个抄底 做个低吸 完全是可以的 还有保险也是一样理理 所以大金融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它的真正的底部快出现了 大金融一旦起码的话 A股进攻就不远了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心里都明白了没有 好 不要听着某些人一说 今天涨了 明天就是大涨 明天就是流失了 不听某些人说 今天涨了 明天会大跌 明天什么 明天会压 今天是一日牛 这些我觉得都是有点点什么夸大 有点点起神又天 没必要纠结 我在上午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是吧 不要急 不要慌 盘中急跌 跳水 急撒 那就是机会大于风险 我们去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低息潜伏就好 只要不追高 问题都不大 就是这个策略 你看早盘急跌急撒 或者说下午急跌急撒 三二点点 你在低位潜伏的问题都不大 你只要不去追那种高额在上涨 或者急拉的时候去追高就可以了 我这么说可能有意见了 有人 而且你说不追高 怎么赚钱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如果你追高追错了 你很有可能是亏钱的 为什么 大家看一下 今天早盘最强的是谁 这个正确板块最强是谁 是责商认券对吧 如果你在早盘这个位置 追高责商认券 我估计现在是啥心情都没有 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 估计饭都吃不下 为什么 早盘的时候 他最高的时候涨了 涨了四五个 你看最高的时候是 12块04 昨天的话是收盘 我们看一下 昨天收盘的话 11块4毛5 最高的时候涨了超过五个点 对不对 超过五个点 你现在是吧 心里就会纠结了 我该怎么办呢 是吧 没必要太过的担心 麦康 如果说有急跌急刹 你可以博一下 但是冲高的话 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 所以 在操作上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 当然也并不说政商正确就不行了 今天冲高回落就没戏了 说不定今天下午等一下 又拉上去 说不定明天又反过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你要注意某些细节就对了 正确板块 我认为是什么 是刚刚才开始 所以每一次的低点 每一次的调整 反而是好事 调整好了 才会继续进攻 好 随着证券的 我们可以确立A股的一个反弹的周期 其实马上就要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只是说反弹 并不说大涨 记住朋友记住 这里慢慢后面反弹 冲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是有的 但是你不能再去轻易追高 因为我们在反弹过程中 它其实是出现一些护盘动作的 但并没有出现资金大量的少获 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出现什么 大盘今天逆转的时候 量能并没有有效放大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大群众方向的 中字头 你也会发现一个问题 中字头 你看在昨天出现了一个上涨 昨天上涨 它的量能没放出来 你看前 昨天的量能是多少 439 前面那个交易是459 所以昨天哪怕中字头起了 它量能比前面那个交易日的量能 还要偏弱 还要小 对不对 你看今天 今天中字头它现在是上涨了 你看一下 今天一个是吧 一个上午再加现在的40多分钟了 才300亿不到的一个成交量 才300亿不到一个成交量 那么今天量能感觉比昨天的量能 是吧 还要少 那说明什么 虽然说是上涨了 但是量能不足 没有量能 对吧 这个量能没跟上去 所以你这个位置能去轻易的追高 能去轻易的去顶吗 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 中字头涨了 银行涨了 A股为什么涨不起来 云 其实说白就是这个什么 它其实就是来护盘的 并不是说这个位置是主动来发动进攻的 大资金或者包括我们的国资 它在这个位置 它策略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让你不跌就行了 稳住指数 稳住大盘就行了 想要在这个位置大涨 还是有一点的难度的 是不是 但是这个策略这个思路是非常明确的 另外一个 我们看中字头里面 他今天发动的对象是谁 中传系 中传系今天突然一下子暴涨了 暴拉了 那么中传系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会暴拉 为什么会暴涨 其实在今天 或说在明昨天可能有些人就发现了 是吧 昨天我们的周边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大事 什么次 就是比如说我们周边的南海 菲律宾的什么床子 出现了一些激烈的一些行动 对不对 还有就是昨天我们的周边 漂亮国的飞机掉了 对不对 这里是不是对整个的军工方向 尤其是中传系方向迎来一个刺激 大家是不是都是跟海有关的 那么我们传播今天就起来了 所以中国股市就这么神奇 对吧 昨天传播来了一个什么 来了一个什么擦枪走火的一个什么 激烈的一个事件 今天马上就来一个上涨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不是特别的一个严重事件 但是整体来说你看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朋友们在操作上面要注意这个细节 传播在一块 是我在前面几天重点讲过的 你看看 是不是 韩中有票的你的票是属于低位潜伏进去的 只要能够守住强支撑 我觉得还是可以多看一下 多看线 继续看多 没毛病不纠结 所以这是近段时间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向 很多不说 哎呀操你怎么操 我一直强调大家 我是有助主要的方向 自己关注重点去潜伏去低息 很多不知道怎么理解 今天中传系一涨了 有些人提前入场的 是不是赚上钱了 绝对不是马耗炮 因为在前几天我是重点讲过这个方向要重视要留意可以潜伏在一个点 有没有朋友们在前期重点潜伏进去了 如果说你潜伏进去了 赚了钱的 评论区一波888 支持一下 好 回到市场本身 今天A股出现一个明显的震荡行情 刚才说了 外资疯狂砸盘 做空这个什么 这个思路没变 但是我们的市场明显的是回暖的 那在大群众 互盘的动作下 接下来我们没必要太过纠结 没必要太过担心 A股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预期 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朋友们在昨天出现立场以后 立场以后 他如果说回产回到下面低点了 只要没有去什么 没有吃掉昨天的上涨的阳线 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 这就是有效的 这里就很有可能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双底 迎来一个什么大幅度的反弹 当然今天哪怕调整一下 在这里震荡下 明天或许再往下压一下 只要是吧 压到这个低点附近 他没有破 以后又什么 又出现冲高反弹的走势 那么就是非常之成功的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那可以确立 A股大反弹的行情开始了 还记得吧 我在前期跟大家说过一个话 说什么话 当他所谓一个什么下行趋势的时候 下行趋势 我们该怎么办 当他出现底部中长阳的时候 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追 回踩确认 那在这个低点 我们去做个低息 做个潜伏 然后他出现一个大幅度的 一个拉伸反弹 就是我们获利出逃的时候 这个节奏 这个策略是非常明显的 对不对 你这样私度讯 我觉得问题多不大 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比如看来涨了 我忍不住 我就去追 对吧 今天早上一进去就追 看来跌了 我忍不住 我就去搁 这点都是不靠谱的 都是不太靠谱的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对于整个市场走势来看 其实市场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正道反而是好事 什么好事 对于一些散 对一些超短性的一些人来说 绝对是好事 为什么 因为只要大黄稳了 群众稳了 题材才有机会唱戏 对不对 你看今天有一些板块 是个股开始又出现一些大涨 批量涨停了 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反映了一些机会 当然除了今天上午的银行出现 护盘动作之外 还有你看今天有一个方向表现也不错 那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也涨了 房地产也是出现护盘动作 涨了两个多点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确立为超跌反弹 记住房地产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不要说这房地产一涨了 我们就可以去追了 其实后面这个位置压力非常之大 我们只是是吧 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如果你这个位置被套了 就是板腾拉高了 我们就可以考虑撤退了 其实你看一下 今天房地产板块有几个票涨停 如果你仔细看这几个涨停票 其实他们都属什么 属于人气票 比如说中低 中低是叠加 房地产还有什么互联网金融这一块的 这一块 它是当下板块里面的 一个核心人气票 你看走出一个趋势 昨天是涨停的 今天价值涨停属于二板 还有一下中交地产 包括大农地产 这些都是什么人气票 说白了就是人气票的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那么冲高 说不定明天后天又没戏了 所以在操作上面 尤其是追高 是大家要保持景气的 当然板块龙头 我们可以多看一下 这板块龙头是谁 不用我说 大家都应该知道是谁了 对当下的行情 A股已经明显的出现了一个什么决战 我觉得感觉A股在这个位置 是属于一个决战的站场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两天你会发现 北向资金已经是名牌了 我说名牌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不装了 前面以前他可能是什么 是砸盘 这门是像这样子的稳定砸 稳定的书 慢慢的出 但是你看这两天 他出现一个明显的动作 这个动作很疯狂 那就是什么 不计成本的砸 都在昨天一个上午砸了100亿 今天一个上午砸了50个亿 估计成本砸 但是感觉砸不下去 对不对 0号秒 他砸了砸不下去 我们的指数 我们上证还是红盘的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国有资金 我们的国家队在入场 我们国家队入场的标的目准 入场的这些方向 其实前期也跟大家说过 说的是什么 大家应该都明白 我们的大科技方向 大科技方向 所以你要记住一个细节 就是什么 大金融稳指数 大科技发动进攻 以什么 你达到出的一个赚钱 效率 达到出于人气 以后达到带齐我们指数 激活我们指数的目的 所以国家队的这个策略 包括一些大资金策略 都是很明显的 以后现在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国内资金与外资的 一个什么 一个真正的对决时刻 谁会胜出 其实现在大家心里都已经有底了 对不对 从目前来看 感觉这个位置 我们板坛进攻的概率是越来越高 所以接下来不要急 不要慌 外资给你一个低点 打造出了一个急速跳水的压盘 反而是好事 是机会 不是什么风险 这个时候是什么 适当可以考虑贪婪的时候 好这些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